现在手机通讯已经是人人都是必备的 而且里面有很多个人的 特别是我们一些人都有银行造的这里 因为它所不能是简单的一个食物 而是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人最需要的算是 基本上跟银行可以并面 你们有个人也有很多资料 现在被偷的或者遗失的 那么不管是遗失还是被偷 对于保护个人的财产安全 应该在这种新的时期应该重新定位 它就不能算一般的财物丢失 所以应该捡到的或者是偷的就更不用说了 应该能立入刑法 那才可以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不可倒回去的 以后未来这种通信东西越来越 预求量越大 エ ç необходим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